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副总统哈里斯在2008年房屋指数危机中的重要角色 他成功与大银行达成了高达2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救助协议 帮助了无数面临困境的房主 此外,他在总统竞选中强调了住房负担能力的问题 承诺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首付援助 并着眼于打击那些剥削租客的企业房东 接下来,我们将把目光转向阿拉斯加 最近一场山崩事件让当地居民感到恐惧 专家们正在绘制山崩风险图旨在帮助识别危险地区 然而,有些屋主却对这些资讯避而不谈 这引发了对未来发展的担忧 随着山崩事件的频繁发生 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我们将探讨全球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动态 随着疫情后的商业投资重心转移 首尔的商业房地产却展现出强劲的韧性 空置率仅为1.5% 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市场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担任加州检察长期间 积极应对2008年房贷危机带来的挑战 帮助无数面临止熟的家庭获得经济救助 他在多个场合强调自己与大型银行的斗争 成功促成了一项涉及五大银行的多州房贷和解协议 为加州家庭提供了200亿美元的救助 并推动通过了全美首个房主权利法案 哈里斯在谈判中曾因认为 协议对加州家庭的帮助不足而退出 最终通过与摩根大通CEO的直接对话 达成了更好的协议 这一事件不仅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也为加州的房主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在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承诺中 改善住房可负担性成为核心议题之一 他计划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首付援助 并致力于打击滥用的企业房东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近一半的租户家庭将超过30%的收入用于住房 成为成本负担者 尽管租金上涨的趋势明显 但企业投资者对租金上涨的具体影响仍难以量化 哈里斯呼吁国会通过立法 取消对收购50套以上单户出租房的投资者的税收优惠 强调社区感受到华尔街投资者的压迫 虽然企业房东的市场份额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较小 但在一些城市中 这些投资者的活动与租金上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纽约时报报道 阿拉斯加的滑坡风险正在被科学家们绘制地图 但一些房主却不愿了解这些信息 最近詹姆斯和比尔蒙蒂维尔在准备搬家时 遭遇了一场致命的滑坡 导致他们的房屋几乎被摧毁 虽然两人幸存下来 但附近一名清理排水的工人却不幸遇难 近年来 阿拉斯加的滑坡事件频繁发生 已造成十多名居民遇难 尽管应急管理人员和专家们 鼓励更多城镇采用危险地图 以识别一滑坡的区域 但这可能限制开发的空间 面对严峻的地理环境 住房供需矛盾愈发突出 如何平衡安全与发展成为 当地面临的重要挑战 南华早报报道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商业房地产投资市场 经历了两大主题的变化 首先是对办公空间需求的担忧 随着远程工作的普及和高质量建筑的吸引力上升 许多办公室的价值受到影响 尤其是在美国 全球办公空置率从疫情前的10%上升至17% 其次是生活领域的吸引力日益增强 尤其是多家庭租赁市场 尽管亚太地区的生活领域投资活动仅占6% 远低于美国的44% 但首尔的办公和租赁市场却表现出色 办公空置率仅为1.5% 此外 首尔的优质办公租金在第二季度增长了15.4% 显示出市场的强劲需求和有限的供应 ABC新闻报道 古巴面临着持续的电力危机 许多居民因停电而走上街头抗议 尤其是在飓风奥斯卡来袭的背景下 居民们因食物腐烂而感到绝望 抗议者在街头敲打锅碗 表达对电力恢复的迫切需求 古巴能源部长表示 电力恢复工作正在进行 但由于停电影响了水供应和其他基本服务 居民们不得不在街上用临时木炉做饭 此次停电被认为是 自2022年飓风1N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政府已采取紧急措施 以减少电力需求 但老旧的发电厂和燃料短缺问题 依然困扰着国家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维多利亚州政府宣布削减新公寓 单元和连排别墅的印花税 以刺激住房市场 州长亚辛塔 艾伦表示 这一措施将允许所有买家在购买期房时享受印花税减免 预计将使购买者支付的印花税减少约四分之一 尽管反对派指出 若供应不足 税收减免并无法有效解决市场问题 但政府认为此举将推动更多住房建设 为面临困境的建筑商提供支持 新政策的实施与新高密度区域的建设计划相结合 旨在解决维多利亚州的住房短缺问题 南华早报报道 近期中国经济刺激措施不断升级 以应对经济挑战并实现5%的增长目标 10月18日 国务院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强调 要建设统一的国内市场 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促进经济流通 同时 央行行长表示 将考虑进一步下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以应对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低价格问题 政府顾问刘尚锡则指出 次级计划应超过10万亿元 以避免经济掉入悬崖 此外 金融监管机构宣布将白名单房地产项目的融资贷款持 扩大至4万亿元 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在另一个刺激措施中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下调0.25个百分点 从3.85%降至3.6% 这一举措旨在提振房地产市场 预计将减轻家庭的月工负担 随着贷款利率的降低 市场普遍对未来更多的降息 持乐观态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表示将在年底前重建100万个城市住房单元 显示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力度在加大 香港方面 分析师认为政府可以进一步利用政策工具来复兴房地产市场 近期的刺激措施已经推动了房屋销售的回暖 多个新项目的销售情况良好 尽管市场仍需时间来消化这些政策的影响 但如果需要 政府可以考虑调整贷款价值比率和优化土地销售策略 以稳定市场价格 总的来看 香港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转机 预计今年的交易量将达到三年来的新高 房价也有望小幅回升 Yahu!US报道 退休的佛罗里达警察弗雷德·琼斯 在结束了26年的执法生涯后 选择与妻子和狗一起搬到泰国清迈 开启了新的生活 他们以每月540美元租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琼斯表示 泰国的生活成本更低 安全性更高 压力也小得多 琼斯在2007年一次看病时 偶然翻阅了国际生活杂志 激发了他移居海外的想法 尽管最初计划是移居厄瓜多尔 但因当地暴力事件增加 他们最终选择了清迈 琼斯对北泰美食情有独钟 希望能在一个宁静但便利的地方居住 他们的房子位于离市区约20分钟的地方 周边环境安静 市场和咖啡馆触手可及 尽管出来乍到 琼斯夫妇很快融入了当地的外籍社区 结识了许多朋友 甚至参加了每周的周日咖啡聚会 生活上 他们的开销大大减少 琼斯表示 夫妇俩每月的预算大约为2100美元 实际支出约为1800美元 生活费用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此外 琼斯感受到的安全感和心理健康的改善 也让他倍感轻松 他不再被过去的工作经历所困扰 享受着退休后的自由时光 探索周边的乡村 甚至自出版了一本书 他说 生活的节奏变得缓慢 感觉非常好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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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